字幕作词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如果说这里是整数 其实就比较好写 如果说有分数就还要再换一下 并且多做几次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少写一行 只要知道这个地方是2乘以35 2乘以35再乘以x 后面要加上35的平方 等于负的201再加上35的平方 这里会是x减掉35的花弧平方 这里整理一下之后 这里是负的201 然后这个35的平方会是1225 整理之后会是1024 去平方正负开根号 这个1024会是32的瓜弧平方 x减掉35会等于正负32 x等于35加减32 x等于35减32是3 35加32是67 我们这一题要从哪里开始呢 这一题我们从从这里提出来2 对不对 你看他这里是不是有提出来2 提出来2之后 我们就针对这里就好了 针对这里 这样的话是6x 这里后面呢 外面有一个加7 这里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和平方 是不是要加9 这里要加9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多加了18 所以外面你要把这个18减掉 它会跟这个原式才会相等 才会等于2x平方加12x加7的意思 好这个地方是两倍的x加3的平方 加7减18是减掉11 会等于我们看题目是x加m的平方 加n 好比较一下 我们就知道说m等于3 n等于负的11 注意一下符号 那么m加n13加上负的11 会是负8 我们的带来 我来讲 我来讲 是 我来讲 我来講